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突發的開箱 就是這個 華為的Made Station X 是一部一體式的電腦 首先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通知鐘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有通知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刻來開箱 好 看看 首先有一盒 這個是電源線 這個是國內版 所以電源線的三腳插是國內標準 當然要自己找回電源線 亦都是可以的 即是你配合這個接口 其實已經可以了 普通家電其實有些都在用這個 然後還有另一個盒子 拿出來看看 它是鍵盤、Mouse 電池和說明書 首先會看到有它的鍵盤 以及有Mouse 然後還有一個說明書 鍵盤就是這樣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個蓋子 打開之後 就可以進入三顆3A電池 就是無線的鍵盤 鍵盤的鍵盤 會比一般的手提電腦深一點 但比一般電腦鍵盤 鍵盤的鍵盤會比較淺 介乎中間 你習慣用 Notebook 或者用慣傳統鍵盤 應該都容易習慣得到 另外在這個Shift鍵的位置 也看到有華為分享的標誌 如果有華為手機 一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把手機連接到Mate Station X 或者把相片傳到Mate Station X 再把發泡膠拿出來看看 盒子裡面就是Mate Station X 好緊張 拿出來看看 剛剛有一個手抽位 先欣賞一下機器的外觀 外觀和我之前的Mate View 也有九成似的 只欣賞後面這個位置 Mate View沒有那麼粗 以及中間這個位置 有一個黑色盒子 其實是電腦本身 Mate View沒有這個黑色盒子在中間 另外 螢幕也很簡單 可以斜前或者斜後 一隻手指已經做到這個動作 正面跟一隻普通螢幕 沒有分別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到 它是沒有什麼反光的情況 上面用了很多層的防反光 大家可以看到我向哪個方向都好 是沒有什麼反光 Mate View 就是霧面的 這個Mate Station X 就是亮面的 亮面你都不見反光是很誇張的 另外這個Mate Station X的厚度 也是很薄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約1cm厚的 是非常薄 非常漂亮的 另外這次的機器的設計 我覺得挺漂亮的 後面依然有華為的Logo 另外大家也可以留意到 不同的地方 下方也是有CNC的斜邊切割 在燈光照射之下 你看到邊位是反光很漂亮的 而機器的右側 有兩個USB Type A 插 電源鍵 後方是一個電源線 而機器的左方有兩個USB Type C 插 加上一個3.5mm的耳機插孔 而正面就是一個由Devireless 聯合開發的喇叭 在一體機之中音色算好好的 事不宜遲 立即開機器 剛剛插了電源 Keyboard Mouse 也是無線的 現在是無法使用的 但螢幕其實是有Touch的 我們是可以用Touch來控制的 同意一些條款 這麼大的螢幕都有Touch的話 其實就不是每一部都有的 尤其是一體式的機器 最出名的其實就已經是iMac iMac 就沒有Touch 但這一部的Mainstation X 就有Touch 屬於一部高階少少的文書機 配備了16GB RAM 512GB SSD 另外配備了AMD R7 500H 速度也算不錯 我這個就是中國版 剛剛我們就聽到了 你的區域設置為中國 該設置是否正確 我先看看 這個是Windows的介面 設定Windows 第一次開機也是這樣的 我便打回名字 現在輸入你丈夫的密碼 可以進入密碼 它是可以設置指紋 本身Windows 10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鍵就是開機鍵 連同指紋鍵 整合在一起 很方便 我便設置 連續按好幾次 不同位置 簡單的設定 Windows 便可以受控 我們準備開始試用 暫時這個Made Station X 預設都是Windows 10 當然 遲些都可以轉回Windows 11 其實就看你自己需要 已經設定好了 完成了之後 再建議大家 去更新華為的PC Manager 跟機鍵是11版 更新的 功能就會多很多 現在會講解什麼功能 現在大家看到 按下去就可以更新了 最好登入自己的華為帳戶 然後就可以用你的華為手機 一拍到鍵盤上 就可以連接了 試一試給大家看 鍵盤上有一個Shift鍵 一拍到鍵盤上 你立即看到 有一個很大的手機畫面 在我的Made Station X 出現 我們可以 用TouchMod 來控制手機 亦都可以放大 超大的手機 你做什麼都可以 例如有時候 你直接開了YouTube 看都可以 亦都可以調整Fullscreen 亦都可以用Keyboard幫助 去找東西 打字方便很多 我試一試給大家看 我選一段影片 開啟了 除了這樣看之外 亦都可以Fullscreen 按這個按鍵 按完之後 你就看到全螢幕 就可以播放 而那些聲音 就會在你的藍牙耳機 或者手機輸出 我現在跳出去 大家就看到我的手機介面 我就嘗試開其他App來試一試 就去開 這個IG 開啟之後 大家看到我在這裡 可以看看IG 我再試開另一個App 例如我現在就開了Facebook 大家看到Facebook 上面還有一個加號 一按的時候 你就看到 我現在開多了一個視窗 沒錯 除了手機介面 還有Facebook App 最多就是可以開兩個視窗 這兩個視窗 都是來自你的華為手機 你就可以在你的電腦 又用到Facebook App 又操控到你的手機 又可以同一時間 用你的Windows來做其他東西 就一機多用 另外也可以用你的鍵盤來打字 有時候你Facebook想出個Post 又或者其他手機App想打多幾個字 你可以在鍵盤打 提高你的生產力 另外 接駁了華為手機之後 也可以在你的檔案總管 Windows檔案總管 看到你的手機檔案 大家就看到我這裡有Mate X2 直接看到我手機裡面的檔案 譬如裡面的圖片 音樂 全部都可以經過Windows 直接抄出來用 無線的 已經可以看到我手機裡面的檔案 還要用 大家在Windows裡面 最常見的操作方法 可以把它拖出來 拖去我的電腦的桌面 當然了 倒轉也都可以的 由電腦拖在手機上 也是可以的 另外 亦都可以用這個Multi Touch的功能 用螢幕來放大縮小的照片 是非常方便的 有沒有想過 在一部28寸的 大平板上 放大一張照片來看 另外 今次的Mate Station X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4K屏幕 除了一般 真的看HDR影片之外 做剪接也是方便的 因為4K屏幕之外 下面還可以放多幾行 但是一般人 都可能是用它來看影片 現在我就試一試 播 一段4K HDR的影片 是可以開到HDR的 這次它亦都內置了Defiolet的喇叭 所以Bass也是不差的 起碼 這一體式的電腦當中 它的聲音 算是數一數二好 我自己大概 覺得它這個聲 就比我自己的 iMac更加漂亮 當然啦 你說真的跟SoundX來比 就真的 不能比了 SoundX厲害很多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有通知了 Bye Bye